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高知女性为何心甘情愿被套路 又是谁在幕后操纵着一切 敬请收看传奇故事被套路的高知女性 但是说上海的沈女士却拿着将近1.7个亿的合法债务 说这些债务几乎都是假的 2017年5月8号 沈女士拎着个旅行箱出现了 她走进了上海市公安局黄埔分局报案 她说自个背了一大笔债 涉案金额高达1.7个亿 这就是沈女士履行箱里的材料 一共有15份合同 相关的公证文件以及上百笔的转账 这些文件都是经过公证处公证的 借款人一牢里头写的都是沈女士的名字 也就是说从法律效率上来说 沈女士她确实是借了这么多钱 拿着1.7个亿的合法债务报警 沈女士是什么意思 再说了民间的借贷纠纷 一般来说最后都是交给法院去解决的 沈女士为什么到公安局来报案呢 沈女士就表示了说 因为这些债务看上去太真了 自个目前连法院的船票都收到了 而她来找警方就是想证明 这些债务有虚假的成分 她被骗了 接下来沈女士就说起了这件事的来龙去外 沈女士其实是一名美籍华人 还是个不折不扣的高级知识分子 她回国之前曾经在美国加州大学 洛杉矶分校医学中心做教授 还是位博士生导师 多年从事医学研究 她手上一共掌握了50多项医学专利技术 2010年的时候沈女士打算回国 她想带着自己的科研成果回到上海创业 沈女士说的挺轻巧 但是她的投入真不是一般的大 她进行科技成果转化的是一家医疗仪器生产企业 厂房面积超过3万平方米 坐落在上海市浦东新区医学园区 可想而知这么大的厂子要想开起来 那得花特别多的钱 到2014年的时候整个企业的厂房还没完工呢 她的积蓄就花的差不多了 于是她就想尽各种办法去寻找后续资金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事情迎来了转机 她的一位金融界的朋友呢 给她推荐了一家公司 她就介绍了海银投融资公司 这家海银投融资公司的全称呢 叫上海海银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呢是银某 据沈女士回应呢 银某这人非常有实力 她一开口就答应全力支持自己 于是呢双方非常愉快的 就商定了一个融资服务合同 总价2000万 就是一个大的一个借款 他的借款因为刚开始就2000万 我当中是不付利息的 就是到最后利益本和利益及亲的 借款2000万 到还款的时候一块还本息 这听上去呢没什么问题 但是紧接着呢 这意外就出现了 银某非常抱歉的表示 说她虽然实力雄厚 可是这2000万现金 那多大一笔数 一次性拿出来实在有点困难 说能不能分批哪 沈女士的也不怀疑她 就同意了 第一份子合同是签订于 2014年的7月28号 合同上签订的借款金额是270万 但是银某表示 按照行规要扣除一些费用 结果沈女士最终收到的这个实际金额呢 只有246万多元 听上去依旧是没什么问题 但是之后三个多月里呢 双方又签订了三份子合同 这里边的内容呢 就让人有些不安了 在2014年9月22号签订的这份合同当中呢 我们看到借款总金额为150万元 但是这份合同包含了七个月的利息 本期金额合计呢 是218万多元 也就是说在借款的那天 利息就已经算到本金里了 说好的最后再来算利息 怎么突然就变卦了呢 但是沈女士顾不上想太多 她用钱心切 加上呢 已经跟这银总达成了协议 就同意了协议的内容 就这样 加在一起 沈女士的这个公司 先后收到了将近787万的借款 说好的是借2000万嘛 不过意外的事情再次发生了 实际上已经走到 那个14年的年底以后 她再也没有打给过我钱 沈女士在那一刻呢 是没有想通的 借钱给我可以得到高额利息 她为什么不继续借呢 其实沈女士忽略了 一个重要的信息 在2014年9月22号签订的 那个合同当中 在合同的下方担保财产一栏当中 有四项重要的信息 沈女士自己 以及其母亲名下的两套住房 下方担保财产一栏当中 要下方担保财产一栏当中 下方担保财产一栏当中 最终身的多种 我一切可以 我一切地牌 就知道 这种棘是一个 的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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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金787万 本金787万不到一年利息就有300多万 这利息这利息已经高得吓人了 其实不用付那么多 沈与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后边就放不了了嘛 先还款款再放款 看来银总的资金池也不是那么很宽裕 还是那句话 沈女士借的钱都投入生产了 如今债台高筑哪有的钱还呢 银总一听这话呢 就邪魅了一笑 说没关系 一切有我呢 我来找人帮你 一天啊 他就跟我说要找个人过来 其中有 他一定要有一笔啊 就是说要把它就是清算掉 要清算掉一笔200多万吧 然后就叫来个人 就叫张先生 这种做法呢 用行内的话来讲呢 就叫屏障 所谓的屏障就是张某用自个儿的钱 帮助沈女士还一部分借款 但是沈女士呢 要给屏障人张某写上借条 重新签订合同 这个时候呢 债权人就由尹某变成了张某 在警方眼里 这就叫转单屏障 他通过一个转单屏障的方式 来把这个债务进一步的累高 为什么转单屏障会使得债务越累越高呢 因为送上门的债主不止张某一个人 短短十个月的时间 借款成尹某就先后带来了张某 顾某 刘某 徐某等四个屏障人 这是沈女士与屏障人之一的顾某 进行转单屏障时留下的记录 2015年2月16号 最初的本金是226万元 合同约定为四个月 每个月的本金所产生的利息 会算到下个月的本金里 四个月之后 光是本金就到了365万 无形当中 这些债又被累高了 这个时候 距离沈女士签订第一份借款合同 才过去一年多 借款金额 这就被累高到了3395万元 实际借到的钱是700多万 借款合同金额3000多万 3000多万 这明显就不是合理的债务了 根据国家法律的规定 借贷双方这年息超过36% 那就是无效的 而这3000多万已经高出实际借款4倍多了 这显然是违法了呀 债务不合理 可是沈女士的反应似乎也不合理 她作为一名高知女性 怎么会愿意让自己背上这么多不合理的债务呢 说起这事 沈女士的眼泪都快流出来了 她表示这都是被逼着签的 沈女士举了个例子 2015年1月份 屏障人张某带了七个个满身纹身的这个年轻男子 来到了沈女士的公司闹事 就把沈某氏关在会议室里面 不让她走 逼她去签这个承认债权债务存在的这样一个事实 没办法 我从给她妥协了 她等于是仗次欺人嘛 而接下来呢 张某做的事是真把沈女士逼到一个相当不利的境地了 她还带着沈女士去做了公证 此后呢 每一次转单评账 所有的这个债款都进行了公证 通过这个不真实的债权债务关系 而且是经过公证处的公证 它已经形成了一个可以强制执行的一个这样一个法律效力 就算是叫她债务关系 过来 也就是叫她啊 什米了 offering是什么 这辈子 就是当不下来 我能彻底此更合罪 而且是对 这辈子 你们的挺好 掌控 因此 我能彻底下 现在 均一 但是 在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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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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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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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8月份张某侯某以讨债公司员工的名义出现了 那段时间讨债的电话是不断的打到沈女士的手机上 以至于其他的电话都无法打进来 发来的信息当中很多都带有威胁的意味 到后来就发展到三篇两头带人到企业闹事 恐吓威胁沈女士 把我带到她的办公室 陪我看她打人的那个器具 什么这么粗的棒头啊 什么东西啊 她等于是向这个来吓唬我吧 她跟我说她 她以前放过去关过监狱 然后把人家的手剁下来 反正讲这种很恐怖的事情 沈女士自己孤身一人在上海创业 举目无亲家人都在国外 遇到这样的事情她就完全傻了眼 她不敢住在家里道 那是惶惶不可终日 沈女士知道自己这是遇上高利贷分子了 但是她并没有绝望 因为在2015年11月之后 曙光来临 沈女士的产品渐渐的打开了市场 公司有了一些资金回笼了 有了钱嘛自然就要赶紧还债啊 既然你们天天上门讨债 我把债还了 总可以安生了吧 沈女士开始不断的还款 一共还了1180多万 但沈女士看来自己一共借了不到787万 付出了将近400万的利息 这已经足够清偿了吧 尹某不是也说过吗 那利息可以打折啊 事实证明 这不过是她一厢情愿的想法 2016年10月 沈女士突然接到了法院的传票 尹某把沈女士给告了 随之而来的是一纸执行裁定书 法院查封了沈女士民主的所有财产 并且冻结了公司的账户 沈女士犹如晴天霹雳 查封财产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她投入的全副心血的这个事业 她之前所有的努力全都共亏一亏了 她不仅做不成事业 还有清偿巨额的债务 多少呢 2016年11月 法院召集沈女士和尹某进行调解 在法院的调解室里 债主尹某语出惊人 她跟陈提长说 她远远不值钱我这个 我们后边还有的和她算 那陈提长说那多少 她说1.7个亿 债务就这样 被尹某累高到了1.7个亿 但是很显然沈女士是无力偿还的 直到这个时候 尹某的目的才真正显露 她寄觎的是沈女士抵押的房产 以及公司的股权 当初潜藏的定时炸弹 终于被引爆了 由于双方的分歧实在是太大 调解最终没有达成一致 但是沈女士却陷入了绝望 这法律讲究证据 沈女士之前签订的那个债务和合同 都是经过公证处公证的 具有法律效力 而被恐吓胁迫的事情 又拿不出证据 这该怎么办呢 我已经知道装的套子里 但是怎么办法能够解开来那问题 是啊 无论从哪方面来看 刑事都对沈女士非常不利 她思前想后 在咨询律师之后 她就想到了报警 于是就有了节目刚开始的那一幕 对于沈女士提供的信息 警方非常重视 他们几乎是第一时间就有了个怀疑 只要将虚高的利息转化成本金 我们就认定为是一个套路贷 所谓的套路贷 其实是一个披着民间借贷外衣 行诈骗之时的骗局 但是猜测归猜测 一切还得靠证据说话 警方该怎么收集证据 各个突破银某呈现的合法文件 而银某和他背后的公司 究竟又是什么来路呢 欢迎您回到传奇故事 我们的节目目前正在手机交易台上同步播出 您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客户端就可以随时随地 收看我们的节目了 刚才我们说到沈女士背了1.7个亿的合法债务 走投无路之下选择了报警 警方初步判断沈女士这是遭遇了套路贷 那么现在问题来了 如何搜寻证据来证明它是套路贷呢 警方首先从资金的流向下手 沈女士说她还了一千多万欠款 有一部分是还给了那些屏障人 这些钱最终到哪去了 以顾某的这次屏障为例 账单显示 钱款从沈女士的账户转到了顾某的名下之后 钱最终都打给了尹某 而这些屏障人的身份也跟尹某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查到的这个公司里面的幕后的大老板 幕后的金主就是尹某 看来这都是一伙的 2017年7月12号 上海警方对这群违法犯罪的人员进行了同步抓捕 除一名犯罪嫌疑人逃到了海外 其余8名成员悉数落亡 那么从尹某这个角度看 他是怎么罗织出的这么大一个套路呢 这1.7亿元的债务又是怎么算出来的呢 我们先来认识一下尹某吧 尹某呢始终不敢直面镜头 对于记者的提问呢更是闭口不谈 他其实目的很简单就是利益最大化 那么当从现金或者说是从钱的角度 没有办法满足他这个需求的时候 他就将目光放上了 沈女士的房产和公司的股权 为了向大家展示尹某的套路及危害 警方带着记者去了个地方 那就是尹某的金融公司 正是在这里尹某向沈女士 是无论吗 是在那里尹某和公司的对象 尹某人之内 是马尹某和公司的帮助 他在视记者底下 的那种资格办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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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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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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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了一张越线越深 无法摆脱的网 这家公司是设立在 黄浦区贵州路的一个居民楼里 十分的隐蔽 这里就是位于贵州路82号五楼的 海银公司的原址 现在这个地方已经形成了 警方注意到了两个信息 其一 这家上海海银金融信息服务 有限公司并不具备贷款资质 其二 这家公司成立于2014年8月28号 也就是沈女士认识尹某之后没多久 而且这家公司自成立以来 只办理过沈女士一笔业务 这就让警方有理由怀疑 尹某注册这家公司 就是为沈女士量身定做的 还真的是套路 而且是专门为沈女士打造的套路 那么套路里的那些楼楼和配角 他们出厂的时候都是资金雄厚的大佬 或者是一身文身的黑社会 这些人的真实身份是什么呢 警方审讯之后发现 张某是尹某名下这家酒店的厨房 刘某是酒店的司机 张某是酒店的总经理 高某是他手下的一名销售员 其他人要不是尹某公司的职工 要么就是他的朋友 尹某一手策划和导演的 他其实是将那些之前的员工 救济起来以后 给他们分配不同的角色 其中有屏障的 有借款的 有催债的 有赛蒙讨债的 比如这位高某 就是尹某手下的一名销售员 高某表示 从一开始 这其实就是个圈套 尹某根本就没那么多钱 别说刚开始允诺的2000万了 就算后来借给沈女士那787万 其中也只有一部分是尹某的 其他的都是他借来的 他们已经30多年的朋友了 他把自己的房子拿出来 然后去把钱借给尹某 然后再给沈某 尹某并没有那么多钱 所以他也需要不停的拆借 如果说他一开始 粒子合同是为了筹错借款的话 那么到了后来 安排了诸多龙套屏障 其用意就是沈女士的抵押物了 那根据龙套们的交代 他们与沈女士接触之前 尹某的都会找他们分别谈话 以什么角色出现 说什么话 这都要进行事先的设计 并且要装作彼此互不认识 我肯定是看一毛板的面子 才可以帮忙帮他做这个事 真的是用心险恶呀 但是沈女士也不用担心 随着套路带的暴露 公联法机关在对其进行打击 那些铁板钉钉的借款文件 只要定型为套路贷 是可以作废的 而尹某通过虚增债务 转单屏障等手段 企图非法占有沈女士的财产 这就是典型的套路贷违法行为 沈女士的烦恼是暂时解决了 但关于套路贷究竟能总结出哪些特点呢 要如何识别套路贷呢 套路贷跟真正的小额贷款公司 是有着本质的区别 真正的小额贷款公司 在金融主管部门都是有备案的 他们办理的业务也需要接受监督 但是套路贷公司并不具备贷款资质 因此往往是在借款的时候 是以公司员工的名义 签订借款合同 而问题往往就是出在这份合同当中 他会通过诱骗或者说是威胁被害人的方法 强迫这个被害人签订下一些不公平的合同 比如说虚高的借款合同 借十万让被害人签五十万的借款合同 又比如说阴阳合同 一份十万一份五十万 还有呢是以被害人的房产 为这个目的签订长期的租赁合同等等 大量的案件表明 套路贷从一开始就寄予被害人的抵押资产 一旦被害人跟套路贷签订了借款合同 往往难逃恶用 最终为此要付出惨重的代价 我们认为他所采取的行为 实际上是以侵害被害人的财产 作为自己的根本目的 属于轻财类的犯罪 只有通过轻财类犯罪的罪名的认定 才能揭示套路贷犯罪的本质 总结下来其实就两点 一是套路贷公司没有贷款资格 二是套路贷常常半生着虚假合同 阴阳合同 而且是以非法侵占抵押资产为目的 可能这就是人们常说的 你想要他江湖救急 他想要你的车和房 不论是个人还是企业 一定要睁大眼睛好好的鉴别 从2016年的上半年起 各地司法机关也在对套路贷等新型犯罪 展开了有针对性的打击 如果你感觉自个儿中招了 那么就要在第一时间到公安机关报案 用法律武器保障自身的财产及人生案件 好各位观众 非常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传奇故事 如果在您身边有什么新闻发生的话 欢迎您通过屏幕上的来路方式告诉给我们 好了我们大家一起来关注 如果您还想收看更多精彩内容 那就请到各应事长去下载手机 将一台扣端 好各位观众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